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完成属于你们自己的惩罚啦 相信今天一定都会是很顺利的 那这两年也看着你们不断的进步 慢慢的成长 虽然可能途中有很多的争执 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 但是你们都牵着彼此的手 走到了今天 你们高中生日团的终点 最后一站 那我相信也会是你们这 到目前为止 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 那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 保存这段记忆 然后将这个精神运用在 读书上面 希望你们烦心学策就算 不要考制考 制考很痛苦哦 然后呢 就是之前对你们都很凶 但是你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还是很爱你们的啦 好啦 你们今天是最棒的 最后就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吧 恭喜你们呈发结束啦 就在这一段路 就在这一年里面 你们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 然后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很辛苦很累 那我认为这一段旅程都会是 在未来一段非常难忘的困难 包括今天的陈发在内 然后现在看看身旁的这些火烂的 你们可以进到同一间高中 选择同一个社团 我认为这个缘分是非常得来不易的 所以要好好珍惜这一段有 在高中陈发上是高中跳舞生涯的一个段落 所以在这之后你们面临了学测 就是要不断的读书读书读书 然后希望你们都可以在选择 就考上自己喜欢的小戏 这样你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跳舞 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未来的路应该还会很辛苦 但是要继续加油 拜拜 刚看完你们的表演 你们表现得都特别好 跳完陈发也算是完成人生的其中一个目标 辛苦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建议你们明天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啦 然后送你们一句话就是 不要害怕你将来会面临的任何事情 就像不要觉得你跳不好 就害怕跳舞 就不solo 吴俊廷都敢跟外校battle 然后被电爆了 所以不要跟我说你害怕跳舞 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学测和指考的日子了 不要害怕你读不好 不要怕自己一个人读书 如果有些学校老师没有教得很好时 不要害怕 直接拿你的东西出来读就对了 然后你该害怕的是 如果你没有学校读怎么办 最后如果有读书或跳舞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我们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有我们在 小孩 恭喜你们办好一场属于自己的惩罚 耶 就是我觉得你们都很棒 都很努力 就是从一开始不太会跳 然后到现在可以办好一整场表演 这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当了老人之后 可能会觉得很空虚 但是这也是代表说 你们之前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跳舞上面 所以对你们很棒 很努力 有坚持下来 然后之后高三好好读书 加油 拜拜 小孩恭喜你们完成惩罚了 谢谢 看你们这样一路走来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今天终于 展露头角 为乐街争光 表演完了一次 你们的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表演 然后 希望你们现在坐在台下是很满足 然后是很开心的 然后看你们这样一路走过来 从没有基础到 有基础的 然后可以自己排一段舞 我也觉得蛮欣慰的 所以好好珍惜你们身边现在的伙伴跟这一段回忆 它会占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当初半唇发的回忆 还是会觉得蛮欣慰然后蛮开心的 所以希望你们也有这个感受 然后记得直考又读书 那个现在就都还在一起 我高一高都没有读书 然后学生还是考得不错 虽然说要考直考 所以要不要放弃 然后只要好好考 为学校增加那个 生产力 生育率 对 好 换你换你 天呐 嗯 真的很感动 你们一路 就是从高一到现在 成长这样子 每个人都 都有所进步 就很开心啊 然后 看看你们现在都完成陈发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solo 对 然后又完成很多排舞 以佩瑜收的应该很厉害 以佩瑜 嗯 然后完成 然后一次要完成很多排舞 然后排很多舞 然后处理大小事 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从中 吸收很多 除了跳舞以外的 各种知识 有 就是 然后学习跟学长姐相处 跟学弟妹相处 有 跟家里相处 家里 嗯 然后 空闲的时候还是要读一点书啊 不然 对啊 不然像他一样 学车就 很惨啊 中见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 危险啊这个 P组全部 全军覆没 没有没有一个成功 家中听到这个 哈哈哈哈 P组全部考识 还是要认真读书啊 然后 对啊 每个人都很棒 嗯 尤其是竹竹 今天你们是最闪耀的 好 好 换我 嗯 我 我主要想说的是 不管你们之后有没有要继续跳舞 然后 希望 你们还是 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然后 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在 呃 遇到挫折的时候啊 学舞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坚持下去 那 希望你们带着这个力量 去面对你们接下来人生的难题 然后 是什么信念啊 让你们在舞台上啊 可以那么自信的表现自己 那 希望你们还是带着这个信念 然后 去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未来 耶 耶 加油 资考 加油 按掉 资考 加油 资考 加油 资考 加油 I can write one song that's not about you Can't drink without thinking about you Is it too late to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 means one thing if I can have you